大家好,给大家搞一个新闻联播 搞一个春节的新闻联播,三条消息 三条消息都是干货,真的都是很重要 第一条消息是美国这边再次放话 说美国主管经济的白宫的权威 明确告诉全世界,习近平是糖水滚糖鱼 这是中国人写的吧,这个词我都听不懂 自己死自己瞒,与世界无关 你们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自个儿留着用吧 或者就改为中国人命运五来五来什么 五来看,五来决定 说这个大概其意思就是什么呢 中国的经济现状,他实行了一个真正的彻底的转型 从过去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彻底转变为这个国有经济模式 这是习主席一直信息练稿的事情 所以这个转型是非常的大的 他现在习主席是三部曲,三个招数 第一,他自己达权度暖,他跟这个 独独暖,他跟这个普京是一唱一和 是普京这边呢,说把几个想跟他竞选总统的人都抓起来了 普京肯定今年四月份肯定要继续干 那普京呢,那个习近平也继续干 这是政治上绝对独裁啊 第二呢就是什么呢 经济上彻底转型为这个国有经济 国有经济以后是中国经济的主旋律啊 民营经济,国外外资企业能搞就搞,不搞拿倒 就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他实行了一个彻底的一个经济形态的转型 这是习近平信息练的事情啊 这个话呢,其实我是很了解的啊 你要知道习近平上来就搞,就搞这个国有经济 以前叫做什么,叫国进民退 是吧,一开始搞遇到巨大的阻尼,你可想不同意 后来他就搞了一个词,叫混合所有制 这几年好像不大说了啊 其实习近平可没忘记 他没忘记的,他特别想搞这些事情 啊,所以这个混合所有制最终的结果就是 肯定是搞这个什么,搞这个国有经济了 这是毫无疑问的啊 美国人呢已经准确的捕捉到这一个经济信息 而且美国人非常的清楚 当时之所以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就是希望你搞市场经济 搞市场经济 大家有一个公平的环境 有一个规则 是吧 然后来竞争 如果你现在回到国有经济的话 他肯定就不跟你玩了 就跟你要脱钩了 就这个意思 所以美国这边的消息啊 无论是今年的年底是川普当选 还是拜登继续搞 还是别的人搞 美国的经济跟中国经济脱钩 这应该是大概率的事件 大概率的事件 他们说这两天第二条新闻吧 也就是中国不是这些年 这几年吧 我都不了解 完全不了解 是中国的电动车 是全世界汽车出口最多的国家 而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超越丰田 成为全世界出口汽车最多的国家 这是个了不得的事情 但是电动车这个东西啊 它有几大特点吧 第一呢 当然就是电 电池这个东西呢 是取决美国的技术 中国的电池技术一般 电机这个东西呢 是取决于德国 中国的技术也一般 但是中国有一个必杀机 是什么呢 就是政府补贴 中国的电动车的政府补贴 是补贴的最厉害的 所以现在欧洲也好 美国也好 尤其是美国啊 就正式就就宣布了啊 就说这个要对中国的电动车 征收高额的关税 而且认为中国的电动车 有可能刺探美国的情报 哎 这些话说实在 我都觉得 很搞笑啊 我看了一些个英文的新闻 美国的是深东击西啊 其实呢 他们呢是 主要是反对中共的什么呢 反对中共的 关于电动车的政府补贴 补得太狠了 叫清销 但是你知道吗 就是以清销的名义 来跟中共打交道的话 你必须要打官司 打到是个世界贸易组织 而世界贸易组织 这是一个非常没有效率的这么一个组织 你要最终从开始打官司到最后拍板决定把这个官司打完 没了个三三五年根本就就搞不下来 所以美国人很狡猾啊 他这回没有说你清销 没有说你政府补贴 而是说你有可能刺探这个美国的情报 电动车有可能把美国的经济情报 军事情报都收集起来 然后然后搞到中国 那我就在想你当年的这个习包子也搞过这样的事情 是吧 说特斯拉这种汽车啊 很多地方是去不了的 说这个尤其是政府机关啊 尤其是重要的军事基地 重要的这个热闹的非凡的街道 特斯拉都不准去 他说高速公路都不准上 为什么 因为高速公路有大量的情报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啊 当年这个中国共产党包子第一在打压 这个特斯拉的时候 很多人在骂 说你不就是个汽车吗 你至于这么歧视吗 马斯克老师也骂 但是现在反过来 美国人也说中国的电动车的刺探情报 是吧 你看他的模机是一样的 套路是一样的 为什么呢 按照正常情况 美国人不应该这么说话 他应该说你政府补贴 是吧 你涉嫌这个倾销 所有要反倾销 我要征收你的关税 但是这样一搞要打官司 所以美国人现在也学乖了 那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美国人呢 他现在准确的捕捉到中共的信息 从过去的细胞子的 所谓的混合所有制 到现在细胞子彻底 搞一个什么 国有企业主导 这是细胞子信息链搞的事情 所以有些事情呢 到了这一步你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习主席他一上来就想搞这些事情 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以前跟他们的游戏 搞这一套的人呢 有接触的啊 习主席最喜欢的是什么呢 就是当年苏联为中国 培养和建设的156家国有 大超大型企业 那个时候都在东北 说上次习包子为什么要去东北考察呢 去东北考察 在那里说东北要种这个小米 是吧 种粮食 在哈尔滨以为种粮食 其实习包子上次去考察 主要是考察东北的脑工业基地 要跟这个俄罗斯搞好关系 让俄罗斯的国有企业和这个苏和这个东北的国有企业 再次把它做大做强 是这么难的 是吧 他的开放的主要的口径呢 也是对以后的俄罗斯 因为你看那个普京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也说嘛 说中国是中国的经济的增长 中国的经济的体量是美国人最害怕的 美国人最防的并不是俄罗斯 而是什么 而是中国 因为中国的经济大 经济体量大 人口多 市场大 他把这个话由普京说给美国人听 其实他是一边说给美国人听 一边说给习近平听 习近平一听 哇 就急了 是不是 所以现在美国的这个经济高层呢 已经准确的补助到这个信息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啊 国有企业为主导 民营企业慢慢淡出这个中国经济生活 这是一个一定会发生的趋势 一定不要有任何的这个什么 任何的侥幸心理啊 第二个经济新闻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年前不是这个出台一个政策吗 要把这个大量的网游啊 网游公司网络游戏公司把他打掉嘛 是不是 结果没想到只是出了一个所谓的征求意见稿 一夜之间就亏了好多万亿啊 所以其实这个消息就跟上次的这个余敏红的这个英语教育培训一样的都是习主席的主意 习主席上次打这个教育培训教育产业是要把学校的这个政治要抓起来 不能在这个课余时间让这些个这些个孙子把这个脑小孩的脑瓜子给洗掉了 抢夺教育的话语权是这么一个东西 人家是从政治出发 这个网游这个东西也是习主席的亲子的领导 亲子的部署也是这个意思 要让给中国的年轻的小孩要给他洗脑是吧 你天天玩玩网游 大量网游都是从日本从韩国过去的 不行啊 这是对我们年轻人的腐蚀 所以要把这个网游打掉 也是从讲政治的出发 结果没想到文件一出 整个网络游戏产业一下子垮的不行 说习主席呢 第二天呢 就说那就缓一缓呗 是吧 就缓掉了 所以呢 最近这一段时间呢 中国政府大量批准的新的网络游戏 又上市又旧市 想把这个网游啊 再搞一段时间再说 说现在搞得太快了 不太好 因为你刚刚把这个教培产业给打掉嘛 现在如果要把网游产业给打掉的话 经济真的是背不住 但是习近平 北京的人说的啊 习近平并没有改变他的想法 他认为这个网游 是精神鸦片 必须要干掉 不喜欢 必须要干掉 说这个教培产业 是为 是这个资本主义的力量 反华实力 抢夺我们的年轻人的大佬 是抢夺我们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教室 所以要把我们的教室要抢在我们自己的手上 所以一个是抢夺教室 一个是精神鸦片 一个网游 一个教培 这是我听过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新闻的啊 很多个国内的主流媒体都在报道 所以这两个经济新闻放在一块 我们搞一个经济新闻脸部 所以你千万不要这个小看习包子 他想把经济搞得毛时代的那种思路啊 他现在唯一有点不一样的就是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这个 他手上必须要有美元 对吧 他现在就想把整个赚美元的这个体系 和这个国内的经济的属性 经济的走向 把它完全分开 你赚美元呢 你就给我好好赚美元啊 然后国内来搞成一个红色经济体 搞成一个国有经济体 形成叫做叫做两套人马 完全分裂了 是这么一个思路 你想想这怎么可能呢 他脑袋一拍在家里一通瞎琢磨的 那是绝无可能的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大家一定要看懂这个形式 不要误判形式 因为你一误判形式 你有可能真的是活不下去 你会跳楼大 谢谢